今天台股大沙盘 连台积电盘中都跌平 最后才打开 我就问 上个星期来到节目当中 告诉我们去寻求 寻找遮蔽掩蔽 像机器人股 像GEO的AI股 今天要么打到跌停 要么快要跌停 投资人怎么寻找遮蔽掩蔽 越来越难了 怎么办 今天是无差别下场 有一位刚进股 是大概只有一年多的小白 因为他是我朋友的小孩 他突然间告诉 他突然间跟我讲一句话 说原来台积电也会快跌停 我说台积电为什么不会跌停 他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情况 我要告诉大家 今天台北股市 当然他有他的原因 那之前我们跟大家说过的 一些比如说像这个 所谓机器人概念股 或者说像这个工具机股 还是有机会 为什么 因为他们早上有的股票 开盘还是往上走的 是到最后 那个约末在这个十二点半过后 台积电再度往下灌到快要跌停的时候 全部的整个下沙 台北股市今天这个下跌 台北的点数800加 这个跌停板的加速一大堆 这个我们要知道台北股市 今天大跌的原因 是在于美国股市的暴跌 那我为什么要先跟大家提这个东西呢 因为这四个大点 四个因素 有很多事被过度解读 第一个 这个之前有一阵子美国股市是什么 这个经济数据不好啊 就股市大涨 这个约末一两个月前 好几次这样 为什么 他说经济数据不好 那美国股市 这个FED就要降息了 太好了 要降息 这个教科书完全背道而驰 我要告诉大家 现在美国股市都是心里面 患得患失 这一次为什么 经济数据不好 经济数据不好 好像说什么非农业就业指数 这个不好 反而是今天 就真的是按照教书下跌 他的理由是什么 你FED主席是不是降息太慢了 是不是你现在降息也救不来了 你看又来了 患得患失 那也就是说 他们就往悲观来做解释 还有像这个所谓科技类股 我们就说像这个所谓的Intel 财源啊什么 财源那么多 Intel大跌268 我就说过AMD跟这个所谓的NVIDIA 他们他都比不上 那他也比不上台积 但报告来讲 不就是我们台积电 不就是刚好议证 他的优越性吗 可是今天不管 无差别下伤 再来很重要一点 巴菲特他减持美国银行 跟所谓的苹果 他减持了50% 他说巴菲特 苹果一坎50% 可是不要忘记 他手上还有另外50% 他是大股东 可是因为他把他的资金水位 拉得很高 现在大家就开始恐慌了 因为指数在高 最后一点 我觉得是很重要一点 那个美国股市已经开始 甚至于会生会 你说在那个白宫附近 有些什么咖啡店 发现说来喝咖啡店少什么 大家的作业很紧张 所以说伊朗跟以色列 这个战火一触即发 甚至还有预告说 今天就成了 结果你看 这个是道琼工业指数 非电子的 他目前好像还俨然 上升趋势还没有完结 对 可是科技类股 你有没有注意到 最近跌得很凶 为什么 因为之前最受注意 最受瞩目 结果反正是跌得最凶 但是他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 他就说好像AI 这个AI好像是 我们要不要花这么多 AI很多公司 财报 是不是没有办法 花那么多的钱 没有办法马上营收 所以你看 患得患失 一恐慌起来 看什么都不对劲 在上上星期之前 最有自信 站得最稳的 不就是AI概念股 现在居然连 汤櫃泡沫化都丢出来了 刚刚居上讲的 泡沫化 这是非常好 我跟大家报告一个 网路泡沫化那个时候 大家有想到一件事情 大家印象有声 这个之前网路 刚兴起的时候 这个2000年的时候 说 哎呀 网路泡沫 我们干嘛买 买那么多的设备 那些高端设备 那个这个不用 我们不用花钱 买那么多网路设备 好像认为说 网路没有那么快 结果 大家去看看 现在你没有网路的人 才是泡沫 一样道理 AI以后没有AI 才会是泡沫 可是刚刚开始成型的时候 一定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 他开始成型的时候 就是一个新的科技来的时候 这个趋势是不会变的 只是说短线上 你要现在能够普及 还要一段时间 可是你看 今天台北股市 本来 你看这个低点 这个低点非常有趣 我等一下会印证给大家看 结果到最后是 台积电受不了了 这个全部都在杀 杀融资 今天都在杀融资 那台北股市 到底现在是完全 就是毁坏了吗 这张图表是礼拜五的收盘 我今天一大早的时候 我就给我们东升 开盘的时候 那时候盘开盘 我们知道下跌 我要来做个预设 我就说过 盘回挡0.382的位置 你看这是一个完整的波段 是从这个所谓的一个 12629到24416 这个完整的波段 我们说这个波段 多空对峙 就是0.5的地方 当然不会有这么深 0.5大概 哇那1万8000多 可是回挡0.382 它有个意义 就是说我这个盘 我还是多胖 还在进攻阶段 我就守住0.382 如果说我今天 守不住0.382 代表什么 我是多胖抵抗 我防守 因为我没有跌破一半 但是我要进攻 我开始要速度放慢 因为我要消耗 很多的符合 所以说今天你看 这个回挡0.382的位置 就是说从这个高档 回挡0.382的位置 在19913 盘中都有守住 可是到最后 就是月末过了 这个12点半之后 台积电再杀了 这个地方就开始 今天失守 失守 今天暂时失守 不能够宣判他死刑 只是说 现在这个盘要转为 所谓的一个 多方抵抗防守 但不代表 这个长线的 这个多方格局毁坏掉了 那我们必须要 你看今天 你看今天多惨烈 今天涨停板只有一家 跌停板799家 跌停板不是跌 799家 下跌的加速 台北股市就只有2000多家 就下跌给你1831家 来做下跌 上涨只有63家 你就可以知道 今天几乎是无差别待遇 等于说 不管是台积电 其他好管 可是大家注意到一件事情 这样的一个恐慌情绪 我们知道大家心里面都很难过 无可厚非 但是我现在跟你讲说 你还是要冷静来做面对 你会觉得说 这是空谷说白话 来我们举个历史的经验给大家看 你看这个位置点 之前在2021年的时候 5月12号那时候 那个时候突然间传出来说 我们那个防疫的数字 等于说莫名其妙 这个染疫的突然间 据暴增 结果两天下沙2000点 那在5月12号那天 下沙盘中最多来到1418点 你不要说这个比今天1800少不对 因为那个时候的水位是在多少 是在1万多 1万78的水位 不是现在在2万多的水位 所以这个跌幅也蛮大的 可是你看 它下跌之后 留了下影线之后 你说说打了两三天底 低点不破 开始打脚之后 快速的往上走 然后甚至还过了 这个之前1万7000多 来到1万8000点 也就是说 它从1万5 涨到了1万8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 我们今天比较遗憾的 就是说今天K线并没有收脚 我要告诉大家 明天 因为我们要面对 事情况来做处理 明天如果再杀的话 你千万不要再做杀地 因为明天有非常大的几率 可以来做一个收脚的动作 那可能在这个地方 在8月10号到15号 这可能在这边 做一个打脚的动作之后 等到一切营收出来了 8月10号 15号财报全部出来之后 黄仁勋 8月21号 两岸的机器人大展 黄仁勋也要来了 那到时候台北股市 应该还会一波像样的一个板工 关键就是止跌讯号要出来 恐怕的情绪要把它消化掉 回来个股 今天最震撼的当然还是台积电 盘中虽然只有短短的那一个刹那 打到跌停 已经吓死投资人了 对 很多人想说 真的很多人进股市资历比较浅 台积电真的也会 这么好的股票也会跌停 你看 这就是无差别下山 你看今天 超过 超过这个11点 这个多以后 快要进去12点的时候 开始跌破 早上第一个低点 本来有点晕亮反弹 就开始 就在这个地方 信心整个做崩溃 那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台积电在这个地方 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台积电最糟糕的一件 不是说不好 大家不要搞错了 台积电基本面非常的好 最高的筹码 你看这个叫融资 在这种乱事的时候 千万不能用一个杠杆 来扩大操作 否则的话 弹起来没份 跌的时候 你恐怕资金烧完之后 快速反弹之后 你已经没有资金了 问一下 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 就会想到说 我可不可以逢低来接手 对 明天的状况你怎么研判 他下一个支撑点在哪里 我坦白讲 台积电900块以下都要低估了 可是你说跌到815 怎么还会跌到815 这个就是筹码问题 我们之前有说过一个状况 台积电本来就是什么 台积电本来就是 这个 比如说他有人在做期货 避险 然后他我所用很多台积电 外资嘛 那他避险 他为了要保住 他期货的一个获利 他就卖台积电 然后期货下来之后 他再把它 比如说回补 他在买 逢低的时候 再买台积电 然后期货回补之后 再拉上去 他两面 两面在赚 明天再杀的几率 对 因为明天 要看今天晚上美国股市 可是我觉得明天开始 台积电不会再用这种方式 收最低 台积电明天 盘中荣获有震荡 一定会有收缴的一个机会 我们再看另外一档股票 就是红海 红海今天是 让大家觉得 早上还本来以为 NVIDIA它的良率出问题 可是红海老行载载 结果给你锁在跌停 对我们今天就是举这两档股票 都是非常重要的指标股 可是他们有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情况 红海的融资 最近没有像这个台积电一样大增 一方面因为红海呢 这个一百一两百块 很多人认为一两百块来讲的话 这一百两百块 可能就是他这个十几万 他可以买得几 他不像台积电一千 九百一千 借钱来买 所以说这个地方 他没有用融资 这个算是 这个算是 还算是这个 还算是 哇不幸中的大幸 融资没有大减 那在这个地方来讲 红海 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红海这次呢 他已经跌破这个两百块的价位 跌破那个心理关卡的价位 可是 红海在这个地方 你注意到没有 他目前 跌到了这条均线 这条这个 所谓的一个紫色的 一个紫色的均线 大概已经来到 这个所谓的一个 半年线的附近了 那你要注意到 红海在这个地方 整理了很久 整理很久 而且今天 是第一档有量 在做承接的 第一档有量 如果他今天是 无量下沙 我反而会比较担心 所以我认为 红海在这个地方 不要忘记了 他那GP200 这个大谋也帮他背书了 说就算有地延 将来还是出货 了不起 只是说从那个第三季 延到这个所谓的第四季 将来 你要去倒过来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出货在第四季 现在刚好有低点 那你现在买了低点 是不是迎接第四季的 这个所谓出货都忘记 所以我认为 这样的一个位置 逢第四可以做成绩 所以台股的明天过后 还是看今天晚上的美股 美股能不能止跌 就会变成明天 台股能不能止跌 最重要关键了 对 尤其是费城半导体 跌这么深 那你看来到前波低点的位置点 他今天是带量下杀 所以说很重要的一点 明天 今天晚上的费城半导体 必须收盘 不管他盘中怎么跌 最好是盘中 今天能够收在平盘 比如说平盘之上 代表什么 他收脚 那直接收红当然是最好 最主要是他收脚 只有在费城半导体 在收红的情况之下 台股那种所谓科技股的心理压力 才能够消拟掉 所以今天晚上 费城半导体是关键 不过无论如何 因为美国股市 它是根据 它自己本身是根据 这个所谓的一个利率 这个自己的财报 可是我们台北股市来讲 很多今天是无差别 是杀过头了 我认为台北股市 明天收脚机率非常高 大家不要在开盘的时候 杀融资的时候 去做一个杀跌动作 台股今天恐慌性的大杀盘 创下了史上的最大跌点 1800点 多达了800家都跌停板 连台积电都盘中一度跌停 吓傻投资人的 刘德英六月退休 罕进买股市839 不但跌破 今天还进一步试探813 很多人都在问 可以逢低接手吗 今天开始的风总 就来告诉大家 止跌讯号怎么看 怎么来观察 恐慌情绪一日不除 台股一日跌势不止 要花多久的时间 才能把它消化干净 好 据这样 其实今天坦白讲 我进股市大概也要将近28年 快要30年 我也没看过这么严重的跌幅 那更何况有人说 他进股市没有多久 才看到台积电来做跌停板 那今天有很重要一点 是在做一个杀融资的动作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今天是无差别下杀 那融资是这样子 以往我们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说我们老江湖人 会告诉我们说 杀40亿的融资 就可以酝酿比较多的盘胎 今年有个很特殊的现象 台北股市没有人看过 很多 因为创新高 没有人看过有两万三 两万四的台股 所以那个融资用的时候 好像都没有遇到威胁 一直上去 甚至于很多大户也在用融资 那之前台北股市 在台北股市一波下杀的时候 融资的跌幅 其实是小于台北股市的跌幅 所以有人就会说 这个叫做聪明融资 什么大户用融资 他比较抵抗人 没有被吓跑 无论有事情 我跟你说 融资就是融资 什么叫融资 就是借钱 只是说大户你借了钱 你可能有支撑 安全能力比较强 你可能在垫底 有垫底能力 可是像这种 今天无差别 杀了一千八百一点 大户也受不了了 那当然有很多大户 是已经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已经 先跑一波了 少赚一点 我本来赚一百块 我保住八十 我先跑掉了 那甚至还有人去做一个 比如说 如果说今天有些大户 在这个地方还等待什么 今天要来接 看到这个苗头不对 今天出手还稍微有点保守 钱融资杀到那个电话 都打不进去 往路都断讯 今天很多这个券商 大概也是发出这种追缴令 这个一定是大概可以预期的 但是就是在这种 所谓的 大家知道 今天这种情绪 大家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 可是倒过来讲 就是在杀融资杀到你快受不了的时候 常常会随时会晕釀 一个快速的一个反弹 但是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跟今天晚上美国股市有关 但我们要看美国股市 不是看倒球 因为倒球它代表的是 这种蓝筹股 它不代表这个科技股 你看最近跟台北股市 最重要是非半 你看非半 在这边已经逼近前波低点了 对不对 那所以说 今天晚上非半 在前波低点这个附近 不能够再做跌破 因为再做跌破的话 大家又把它做文章 跌破这个什么颈线的位置 只要在守住 这个前波低点的位置的时候 那能够有 最好今天非半能够尾盘 能够收红是最好 收到平板上 留一个长长的下影线 那是最好 那就可以消拟掉 我们台北股市 跟它对应的这种科技类股的不安 那因为像美国股市 四大原因 这个什么巴佩特减时持股 拉高这个部位 那像这个大家都会说 巴菲特是不是看待 可是不要忘记 巴菲特之前看错过台积电 巴菲特曾经第一次买过台积电 结果他大概一下子卖掉 就台积电话也不是一路涨上来 他也涨到了这个1080 他损失好几百亿 那也就是说 他少赚了好几百亿 不是损失 那所以说巴菲特 拉高新进步位 他只是呼应到 美国股市的一个 本身的一个情况 他不排除逢低海 会去做接的动作 可是这件事情却加剧了投资人市场的焦虑 现在大家就是美国在患得患心 那我们也跟着人家 我们也跟着人家一起在担心害怕 那其实大家会想看 英特尔如果下跌 他是比不上AMD 比不上NVIDIA 那NVIDIA跟AMD都要来台积电下单 那英特尔的这个代工 已经快要被股东骂翻了 他也根本看不到台积电车尾队 那不代表凸显出台积电的一个伟大 跟这个独特的地位吗 我们为什么跟着跌呢 那像这个伊朗这个战火 这我们就没有办法做评估了 这种就是所谓的心理理素 可是大家去思考 本来说是最快今天要发动了 你如果是美国 你会容许这种 这下子真的打开来 如果说规模扩大 那个真的是世界大战 可能就随时会引爆 你认为这些列强 它会容许这种情况发生吗 那美国科技类股财报 过度悲观 我刚才已经说过 大家都往那个很悲观的情况 还有就业报告 之前就业报告不好的时候 大家说太好了 美国要降息了 结果现在美国说 我要降息了 结果报告说 你是不是降息太慢了 景气是不好 这个都是怎么解释 都是往悲观来做解释 所以说我觉得 今天杀完农资之后 你要特别留意到一件事情 台北股市今天 你看本来有一度要酝酿反弹 结果没有想到 在台积电在这个12点 或下降 它也跟着下降 你看今天台北股市 下跌加速这么多 等于说台北股市 今天1800 等于说2000加 它几乎下跌是1800加 跌停快要800加 这坦白讲 我也没看过这种情况 所以说现阶段 你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你要做的就是说 我们来研究量价结构 量价结构 那你看 我们以价而言来讲的话 一个波段 我们怎么判断 它目前是多方还是空方 这个你看 这个上涨的这一段 在2分之一的位置 就是有没有 这个上面多 这下面是空 多空对峙 就是2分之一的位置 那如果说它今天 多方是属于攻击形态 就是0.382的位置 大概3分之一 0.382位置在哪里 在19913 今天盘中本来有手 可是后来收盘不幸的 稍微失手 可是给它三天的时间 它现在没有说完全 就是说没有三天失手的话 没有错三天失手的话 你就不能宣判说 它完全失手 那所以说目前格局没有变 可是短线上 的确整理时间要延长 那整理时间延长怎么办 你就要把手动的持股 做一个好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 太弱留强的一个动作 刚看到的0.382 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 我守住了之后 如何酝酿下一波的反攻力道 对 那这个是一个心态问题 你看像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这个盘 2021年的时候 5月12号这一天 哇 怎么突然间 其实5月12号就宣布 那时候发生什么事了 那时候是疫情的时候 可是就是说 那个染疫的数字 突然间暴增 大家说 疫情升级了 大家都说 奇怪是不是有什么新的病毒 那造成一个恐怕 两天下杀 两天下杀 两千点 那当天呢 5月12号 当天是怎样 最多下杀 1418点 杀出了7000多亿的量 爆了这么大的量 可是当天他有留下引线 而且你看 他整个大波段 他回挡来讲 二分之一不用 守住了 他刚好小破 三分之一 0.382的时候 开始连续两三天 有没有 虽然说有震荡 低点都不再破了 对 再做那个打针 对打针的动作 对打针动作 那打了几天之后 你看一路往上走 可是我们今天没有下引线 对对 均向说的对 今天最遗憾的就是说 没有下引线 所以说明天 开盘的时候 还在杀一次融资 可是我认为在收缴的几率很高 那接近10号的公布营收 再来就是8月14号要公布财报 我真的在过一个礼拜 冤枉一个礼拜之后 台股在这边低档 做一个震荡打底之后 就有机会 酝酿更好的反攻 为什么 8月21号 两岸要有机器人展要来 好 康贝克来告诉我们 就是说今天投资人都在问 哇 金建台积电一度盘中打到跌停 那813块的 很久没有看到这个数字了 可以逢低去接吗 还是说明天再等一等 如果说你今天 这个今天有接到的 当然你怎么明天 明天有再低 当然可以接 那如果说今天 这个没有 这个今天已经接到 也不要慌 其实我们用一个价值的面 来跟大家报告 台积电 现在一般反而预估说 它今年赚40块 明年赚48块 那我们用平均做个45块好了 台积电45块的台45块 没有说全世界这种 低一流公司 20倍本益比不到 台积电唯一的一个问题在哪里 在于融资 很多人就说 很多人融资呢 最近融资一直在上涨 一直来到这个相对的高 很多人融资是怎么样 就是说我买不起一张 这个1000块台积电100万 我就用融资 想说用的是40万来买 1000块的股票 那其实这个在多头的时候 攻击盘的时候 没有事情 遇到这种盘的时候 你就开始吃亏了 所以说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说 你有能力成绩台积电的 请你用现股买 那如果说你不方便买一张的 请你用买零股 千万不要说 我用40万 假定我举个例子 如果说 你有40万要买 你要怎么买 你不要用融资去买台积电 你把40万买什么 比如说台积电买零股 你买个什么 300股400股 都可以 看你弹性 那个投资朋友 如果是买在千元的那一波 怎么办 对 那你如果说之前你买千元的 那你已经套很深了 对不对 那你现在往下 第一个 我们分两种情况 第一个往下你有没有资金 往下 如果说你还有资金的话 还是一样 按照我说的方式 用所谓的零股来做买卖 来做承接 弹上去之后 你把 你把你的那个所谓的 买那个整张的线股 的这种台积电 你把它卖掉 卖掉以后 是不是有一千股 那你就可以卖掉 你就可以 弹性的运用 拉回来之后 比如说我买个300股 那看你资金的一个布置 那你说说 哎呀我是融资 我又买了一千股 怎么办 那你应该面临到快 被强迫 要被断头的时候 你现在如果在断头边缘 你整户的维持率还高 请你要做一个动作 你若实在不知道 你个股 没有办法去做个股的研究 说你这个个股 将来基本面有多好 请你把它通通汇整起来 就是买台积电 而且逢低买台积电 用现股 用现股 零股来买台积电 再来看到这档股票 就是鸿海 鸿海在AI NVIDIA的加持之下 在接下来 I16拉货潮的加持之下 今天也被打到跌停 对啊 今天也很可惜 鸿海这个之前 大家还很高兴说 那个200块的价位 已经占上去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数字 这有一点 我们苦衷作乐一下 这个叫什么数字 叫168 168 168 那没关系 鸿海是这样子 鸿海它唯一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比台积电 跟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它的融资 各位 它的融资 其实是有在做下降的 微微的下降 因为为什么 鸿海资产股票 就是大概这一两百块的价位 大家比较有 比如说不会觉得说 买鸿海 就是要花个一百万 买台积 现股要买一百万 所以我用融资买 鸿海在这个地方 就比较少 有这种所谓的一个融资 因为比较能够买 鸿海的人 就是用现股买人比较多 有没有 达到这里来了 月末就是落在 这个所谓的一个 半领期的位置 而且最后 这个整理平台 整理得非常的久 这个整理平台 整理得非常久 这里具有一定的支撑程度 所以我认为 明天如果有低点的话 其实喜欢红海朋友 这是你的机会 来支持武器暴行人 巨像 还有优秀的武器暴行人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挖真相